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Long Sir 這次這段影片延續上一次指不語講的 我想射掉你的胰臟 上次那本書,這次集中講一些胰臟疾病 講胰臟疾病之前,當然要理解胰臟是一個什麼器官 如果你是學了Endocrine System的課 即是我們有關於Coordination的部分 你應該對於這兩個字很有印象 Exocry gland和Endocry gland,外分泌內分泌 如果你未學的,就當作瑜伽吧 如果你學了,就看這兩幅圖 有一個基本的概念,究竟什麼叫外分泌,什麼叫內分泌 兩者有什麼重要性的分別 給你們一點時間去回憶一下 十秒鐘時間 好,十秒過去了,回憶一下Exocry gland外分泌線 究竟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它一定是有一個Duct的,有條管道的 所以,由Exocry gland到我們的Target Organ之間是一個明確的管道 所以,Exocry gland有些書也寫作Duct的管道 有些什麼例子你們是學過的呢 以前我們學過Salapey gland 這個口水的那條線 Salapey gland Salapey gland 這些都是一個很明確的管道 將我們的口水帶去我們的口腔 由我們的Salapey gland分泌汗液去皮膚 由A-point到B-point是一個很明確的管道 當然了,今次我們的重點就是Pancreas Pancreas是一個器官 它分泌的是Pancreas 要去的地方是Dildenum 和這個小腸的部分 簡單來說 當中經過的管道就是我們的Pancreas 我們的胰管 所以就是Ducta gland的意思 這個腺體是一條管道去幫助的 當然還有第四項的就是一些黏液管道 黏液的腺體經過一些管道 亦都帶去我們相應的地方 例如我們的胃,我們的陰道 然後去到內分泌腺 那什麼字眼要留意呢 當然分泌的Chemicals 我們知道有繁子的 通常是說Hormons 那它們去哪裏呢? 就是直接去到血那處 但直接去到血的話 即是它沒有一條明確的管道 所以通常A-point gland 我們就視之為Duct-less gland 是一條沒有管道的腺體 但入血的話,那怎麼辦呢? 它有什麼那麼厲害 為什麼會去找我們的Target Organ 就是由A-point gland 使它做些Hormons 進入血液的時候 其實在我們的Target Cell Cell Surface Cell Man-Brain上面 是有我們的Receptor 即是平時我們學過的Guide-Code Protein 可以嗎? 這樣會做一個Receiver 但是Long-Target的就是沒有那些Receiver 沒有那些Receptor 所以那些Hormons是不會Bind下去 亦都不會影響到那堆Cell 所以它們不是Target Cells 所以用剛才的簡單圖表 由Endocrine的Gland 去到Target Organ之間 就不是一條特定管道 而是運行全身的血管 留意一下 是一個特定管道 和運行全身的血管 分別就是在這塊樹 所以它運送去全身體 但是運送去全身體的話 我們就要靠Target Cells Cell Surface 表面的Receptor 而它只能 Effects on specific organs 這就是針對某特定的器官 留意一下 是Organ C 不一定只有一個Organ 可以是多於一個 那有什麼例子你學過呢 當然我們這次重點都是講 Pancreas 去Sequid出來的胰島素 Insulin和Glucagan Insulin就是最明顯 Liver Muscles 這個是More than One的Target Cells 多於一款 Glucagan就是影響到Liver 去到Adrenaline 腎上腺 Sequid就是Adrenaline 腎上腺素 可能刺激心臟 或者你們在Elective 學過的AdH 去刺激我們的Kidney 之而此類 所以這個 都在講 將那個腎體釋放些Hormon 入到血管 運行全身 去找回一個特定的Organ 去影響它 那這個就是Andalguide gland 所以快速去拿回這個Concept 這幅圖其實都是你們書 都有的 只差在有沒有一個特定的管道 是否一個Flu 一個特定的Duct 又或者是有血管 這就是那個分別所在 OK 好 接著 就去到Pancreas 回到去 Pancreas這個特定的Gland 有什麼重要呢 兩款 第一 就是去Secret Digestive Ampsi 幫我們消化 一方面 其次 亦都是幫我們去Secret Hormon 所以你要留意一下 其實Pancreas這個Gland Pancreas 它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它既具備了Exokine Gland 它釋放一些Ampsi 經過我們的胰管 Pancreas這個Duct 就去到我們的Dudeno 同一時間 它亦都有血管包圍住 它釋放Hormon 亦都會進入血管 運行全身 這件事是說 為何Pancreas這麼重要 如果Pancreas有疾病的話 不是單止影響消化 亦都影響了我們那個 例如血糖的平衡 這個概念一定要認識 到疾病了 真的 疾病我們有兩頂 特別我想說的 一款就是胰臟發炎 另一個就是胰臟癌 當然這幅圖有什麼 特別想大家留意 由剛才那版到現在 這幅圖都保留著 有些意思 有一點位置 大家知道一點就可以了 Pancreas這麼長 我們有頭 有中間 有刀刀的位置 OK 留意一下 集中在Pancreas 和Dildenum中間 OK 其實 你記得 其實這個位置 大致上應該是我們的胰臟 對嗎 這裏有個Gorveda 它有膽囊 它有些膽囊 Secure the bowel juice 也是去Dildenum Pancreas 其實都是Secure Pancreas 去Dildenum 所以到頭來 有些位置 它們中間 是會有個 所謂comanduct 有個 集中點 你當是 OK 所以有時候 出事 有機會出事的 都是頭部 就是頭部 部分的位置 都是頭部 部分的位置 等等你會大約知道 發生什麼事 但無緣無故 為何會出事 現在就開波了 OK 先講胰臟發炎 胰臟發炎 我們有分的 一款是急性 一款是慢性 急性的胰臟發炎 其實是 久而久之 會引發慢性的胰臟發炎 那有什麼概念呢 當然 急性發炎 就是突然之間 Kidney 發炎 可能是細菌感染 受傷 其他原因 例如 膽石 塞住了 comanduct 慢性的 就是 你久而久之 經常性發炎 發炎發炎 導致我們的胰臟 有些鈣化 纖維化 或者管道發炎 就是一些 重複重複又發生的情況 導致慢性的胰臟發炎 其中一個經常性出現的 就是我們的 膽石 塞軌了 comanduct 就是 剛才我們說 管道 其實是 同一個 pangridic duct 相對上有個集中點 OK secret Biojuicer 或者secret pangridic juicer release出去 就去到調癲 中間 這條管塞了 這樣就會有影響 因為裡面有的是 一些消化液 那些消化液 走回頭的話 那就是不得了 OK 還有其他原因 就是經常喝酒 或者我們那個 免疫系統 發瘋自己 打自己 一個autoimmune的情況 那麼 留下 留意一下 因為這裡有些圖 或者資料 其實我都提不到太多 那其實呢 大家可以上網去看 尤其是這個 懶人包來的 看看是OK的 OK 那有些什麼 病徵呢 OK 急性慢性都好 會痛 會吐 OK 發燒 輕了磅 OK 大便會 例如油膩之類 當然 我不是要你全部病徵 都要懂得解釋 但是在我們DSE level的話 這三樣東西 你是絕對 懂得去解釋 發燒 發燒 其實就是一個大規模的發炎 OK 這個都是在我們Body Defense 那課學過的 一個 Non-specific 的Body Defense OK 非特異化的 身體防衛 OK 發炎 繼而引致到發燒 為什麼呢 去到旁邊 慢性的話 慢性的 胰臟炎 導致到 體重下降 或者 大便 是較為 油膩的 油膩的 為什麼呢 你們應該是 認識為什麼 OK 等一下我們也有個題目 去理解這些概念 OK 為什麼 胰臟功能不良 令到 糞便會油膩的 為什麼會令我們 輕了磅 是要懂得解的 OK 接著到第二個 就是胰臟癌症 胰臟癌 胰臟癌 特別去提提 一些數據 你可以有空去 香港癌症資料 統計中心去看看 究竟香港 哪些癌症 那些十大殺手 那些 胰臟癌其實也蠻厲害的 在16年的統計的話 其實是說 有702宗的新症 我們稱之為病法 我們稱之為 在同一年 有678個個個案 是死了 即是 在新病法之餘 是死了 所以其實是說 也有大約九成七的機會 是死的 病法和死亡率 其實都 挺厲害的 OK 先去講一下 胰臟癌症 其中一款 就是發生在 我們Exocard gland 那裡出事 即是我們的消化那邊 出事 照到你就是 OK 剛才我們說 通常是一個頭頭為止 剛才我們說的 可能是Grawstone Block了它 OK 這些情況 或者是管得 自己又增生了細胞 OK 又或者是去secret 那些AMSAR 那些CELL 突然之間發瘋了 OK 大家記得Cancer 大家學回 Non-Infectious Disease 那一科 或者CELL Division 那一科 Cancer 或者Tumor 其實都在說 那些CELL 是發瘋 不斷去做CELL Division 對不對 那自然就有機會 結了一堆CELL 去阻止了 我們的管道 OK 或者它secret 多了很多 Digestive Amps 但是又塞住了管道 OK 可想而知 情況可以幾嚴重 OK 這個其中一款 那些款是CUMMAN 一些 OK 亦都可以連瓜柴 OK 那另一款 就是去到 Neuroendocrine cells 即是說 主力就是 我們那個 內分泌的問題 OK 那這裏就是 會影響了些甚麼呢 影響了 我們secret的 Hormone 例如 insulin 例如 Glucagon 通常是說 它們是secret 很多很多很多 不難理解的 因為我們經常說 Cancer就是發了一些 的CELL 不斷的CELL Division 對不對 OK 多了insulin 導致 其實我們的血糖 會很低 可以嗎 OK 有甚麼情況 接著 有個 簡單概念 咦 去到血糖那麼低 其實有沒有好處 就可以 即是相反地 我們可以快點知道 病人 你是不是有不妥 你是不是有問題 OK 可以嗎 這款是 較為沒有那麼普通的 但其實都可以很致命 Less Low的 Blood sugar level OK 你會暈 休克 那些 OK 可以嗎 當然了 還有其他 Risk Factor 同時的 non-invasive disease 我們學癌症的課差不多 年紀 性別 飲食 其實都會影響到 那個人生癌症的機會高 還是低 例如 年紀的 上年紀容易患有 性別的 男性容易 你知 都是一些基於Research去講 喝得多了酒 吃煙 或者遺傳性的 胰臟炎 OK 因為胰臟炎 其實 久而久之 都是有機會 導致到 癌症發生 那有些什麼病徵呢 又是痛 消化問題 又是輕了磅 嘔 嘔 那為什麼會嘔呢 其實主要來講 就是因為 我們 如果整體 所謂會 是隔他 但外面 那些有些東西 消化的東西 放不上 就會上去 。 尤其是黃胆的比較唱 這張相 算是 秘密 你可以上網 找到黃胆 那些相 更加黃 我這裡 有很多 好 接著 去到題目的時間 當我們知道基本病痛原理、病徵之後 我們就看一看 第一條題目就是有個女生,旁邊這幅圖 不是有空的,定時定後地就要打疫苗 打這個疫苗的疫苗就是打熱毒素 一定要 regularly,不然就會死 ABC這三條當然是簡單的 去到D部分才是深一點 ABC就說,病名叫什麼名字 BBC就說,為什麼要定時定後 打疫苗就不是吃藥 這條題目是很典型的 胰島素是要打疫苗,但胰島素不是吃藥 為什麼呢? CBC就說,原來打胰島素的疫苗分量 也要好好去控制 否則OVER INJECTION 就是打得太強 打的份量、劑量太多的話 是會死的 PATAL是致命的 為什麼呢? ABC相對上是簡單的 所以我們很快就增加了它就算了 A part 不用太難去理解了 一定是糖尿病 去到B ABC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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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 就是說,我射到致命 是否重要 都重要 但是我覺得呢 作為一個専門的學生 你要學會的就是 那隻PROTEASE 去加快了BREAKDOWN BREAKDOWN BREAKDOWN 的名字 OK 那我們就知道 為何要好好控制 因為打得太多 OVER INJECTION EXCESSIVE INSULIN 就會導致血糖很低 很低的話 那為什麼會死呢? 問題是為什麼會死呢? 那就是說 因為呢 當血糖太低 就不夠血糖 或者不夠能量 傳送給我們的特定器官 例如我們的腦 我們的腦 很嚴尖 除了Glucose之外 是真的不適用其他東西的 所以我們的血糖低的話 其實對腦 是很大很大影響的 OK 初期就暈了 OK 重質又是昏迷 OK ABCD都算簡單的 我們看D part D part就是講到 現在這個女生 就要打針了 OK 經過了那個 MEDICAL INSPECTION 即是說 醫生跟她 檢查所有東西 就覺得 咦? 這個女生 之所以 弄不到insulin 就是因為她的Pancretic duct 就Block了 OK 那就解釋了 那你就心想 阿醫生 你是不是搞錯了 insulin 我剛剛記得的 剛才兩歲都說過 它是endokine gland 的產物 是不是? 內分泌線 應該是分泌去血管 關我的Pancretic duct 什麼事呢? 關我的胰臟管 什麼事呢? OK 你回憶一下剛才我們說的 胰臟發炎 或者胰臟癌 其實 有些什麼事 都有機會影響了 我們那個 胰臟的基本功能 這些就是 日常生活的東西 跟你書本學的 好像有點違背 為什麼? 但其實它沒有違背 是一直都是 很矛盾得來 好像很對南 但又統一的 整件事是混言天成的 為什麼呢? 胰臟管道 塞了 關於insulin 尋規不了什麼事呢? OK 說了很多 其實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 Block了我們的管道 導致Pancretic Protease 即是去胰臟 胰臟 就是Pancretic Juice 除了有 Aninase Meltase 也有Protease 我特別說Protease 為什麼呢? 大家就會知道 分解Protein 所以 如果這些 醬汁 如果出不去 在這個儀館 塞住了 出不去 那又如何? 彈回頭 湧回頭 湧回頭 其實就是有機會 去Destroy了 我們的 insulin secreted cells 所以就搞到 少了insulin 去secret出來 接著去到第二條 第二條 又有另一個Case 就是有個男人 發現了 他應該有Pancretic Cancer 胰臟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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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特別呢? 這次題目很好 給了你 告訴你 是Overgrowth of Endocrine Pancretic Cells 就是有些胰臟的細胞 尤其是內分泌線 就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然後再看看 再看看 他又有一個指示 提示 給了你 他就說 他會覺得很暈的 為什麼覺得這麼暈呢? 去到後面就說 如果他喝回一些 glucose solution 喝回一些糖水 葡萄糖水 就沒那麼暈了 那你得到所有東西了 他之所以暈 就是因為低血糖 喝了一些糖水 就沒那麼暈了 那究竟是他的 Endocrine 哪一款Cell出事呢? 我們就看了 A就說 根據樓上的觀察 解釋一下 究竟 為什麼他的Pancretic Cancer 會令他暈倒了 4分 OK B就說 如果做完手術 將他 一大部分的Pancretic 切掉 OK 但是接著 醫生就跟他說 喂 你不要吃那麼多 protein 不要吃那麼多肥 知道嗎? 這個又要考慮一下 OK A部分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得到 那B部分 那我胰壯 我切了一部分去 接著又會影響我的飲食 OK 這個日子大家又要考慮一下 OK 又在日常生活的例子 那去到答案了 第一 因為我們那些 insulin sequencing cells 發瘋了 所以無控制的Cell division 所以會令他釋放了很大量的insulin 就正如剛才我Pancretic Cancer 我那一版 這樣說 其實那個特徵 就是 其實他的secret 得來很多 搞到他人 暈倒 OK 但為什麼會暈倒 因為 多了的insulin 其實是會刺激了我們那個 Livea Uptake Glucose 就轉成Gucagor OK 又或者我們的Cell 就Uptake Glucose 就去溶化了它 總之就會導致到 血的 Glucose 水平就會低了 這個呢 藍色的這一部分 其實就是我們insulin的功用來的 那如果我們平時只背書 就說insulin功用都背了給你 那你不能夠去將它和那個 胰壯癌拉上關係的話 那其實都是 沒有用的 你都不是在回答題目 你只是在背書 所以到頭來 就會搞到 不夠血糖上腦 所以人就又暈暈暈暈暈 對不對 跟剛才第一條 是不是很有複應 跟我們的胰壯癌 或者胰壯癌 其實都是很有複應的 好 那我們就去到B part B part就是 為什麼切了胰壯 要吃少些肥東西 對不對 第一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Pancreas 它都有另一個功能 就是Exokine 外分泌線 其實就是釋放一些 Digestive Juice 而那些消化液 就是有蛋白煤和脂肪煤 所以當我們切過胰壯 有機會 將這些Pancreas 除了它 一起除掉 所以就導致 其實它弄少了 這個Pancreas 不是 弄少了Pancreas 弄少了Protease 也弄少了Lipase 其實就會導致 脂肪和脂肪的消化 可能會變差了 所以就叫它不要吃了 又不是 我就是要吃了 不行嗎 如果就是要吃的話 記不記得 剛才我們說 在講胰臟炎或者胰臟癌的時候 我們說過 胰臟的屁股可能會油膩 你想想 如果我們的胰臟發炎 或者胰臟癌 當我們咳掉了一部分的時候 影響了消化功能的話 不僅是影響Protein 也會影響脂肪的消化 對嗎 影響了脂肪消化 脂肪消化不了 吸收不了 就會胰臟出來 所以 我們的大便 就會是很油膩 這些說 也解釋了 為什麼我們的屁股會油膩 好嗎 同樣情況就是 消化變差了 吸收變差了 那此不然 你能夠獲得的養分 是不是都少了 那你的體重會下降 可以嗎 所以有東西 剛才我們打星星的特徵 其實你是有辦法去解釋得到 你是有能力去解釋得到 好嗎 這就是日常生活的情況 到最後 那又是講一講 除了Practice Make Perfect之外 或者多點去看一看題目 或者多點去看一些日常生活的情況 你會發現其實 我們人的身體 其實都是真的很奧妙的 OK 真的很複雜的 OK 當我們看得 即是叫做學得多 你會發現 原來一環扣一環的 環環相扣 你幫我 我幫你 反過來講 當有時候我們去學習 擺屋的時候 我們有機會是以病痛的角度 我會去理解的 究竟哪個器官出事呢 究竟哪個器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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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我們當初 經常說糖尿病 糖尿病 糖尿病 喔 柯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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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腎病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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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腎病 出事 所以我們要去看病痛 我們不能夠單一 我們都要了解一下 各個器官之間 有沒有一些合作 從而 真的可以去 appreciate一下 究竟我們這個系統 是多麼厲害 旁邊就是Bill基的照片 除了我覺得地球 人體重要之外 其實地球 其實都是一個很 complex的系統 當你學得越多 有關於 例如我們說的 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系統 都真的很豐富 你要學會 appreciate 這件事 這次的影片 大約是這麼多 除了本書的內容之外 亦都說回 我們那個 疑障的病痛 或者一些疑障的題目 希望大家 真的明白到 By All 不是死記硬梅 有些東西是要背 有些東西是要記 但是 去下去 令到一個人讀得好一點 其實就是 你要看多些個案 你要去學習多些 在日常生活的東西 這才是學習 的一個奧向 下次再見 拜拜